服衣解禁 学生可混搭校服上学 教育部周四宣布 9月的新学期开始 只要经过校方同意的校服 班服 社团衣服都可以穿来上学哦 希望学生可以用混搭的方式来穿主 教育部公布的五原则 强调学生违反服衣规定 学校不能既过陈储 应该用口头管教等其他方式 每个学校可以定出各自服衣规范 但是只能比教育部宽松不能更严 公私立学校都要遵守 私校如果违反规定 依违反情节处分 为什么学生不可以选择 他们想要穿什么这件事情 我个人还是希望未来 会有一天高中只是可以变得 跟像大学 就是像很多欧美国家的学校一样 就是可以直接穿蝙蝠这样 家长原则上是 尊重教育部跟学生自己的想法 北运你表示 6月底已经通过 准许学生制服和运动服混搭上课 见钟表示还没开放混搭 未来开放小奶宫天会议讨论 生活中心台北报道